大家好,我是Bayan 今次開箱速遞 就是三部ERROR CARD最新推出的 Jimmy Selena 上面那部就是山尼縣的警察 日本的 我沒記錯好像是機動警察的拉法 即是不是那個機動警察 即是不是有機械人的那個 他不知是甚麼 我沒記錯是甚麼 但這個拉法好像是他們的機動警察用的 但我不肯定 看看觀眾可以指證我 因為我沒記錯那些 不知是機動警察還是防暴警察 總之好像叫機動警察 但穿得好像防暴一樣 我以我日劇的印象 我記得看過日劇是這樣的 即是那些防暴警察的巴士 都是這隻拉法的 不過就變成一個旅遊巴 大約用的顏色 都是加一些鋼板 防暴網等等 這架就是 這架叫做 名字是有點傻的 不過又沒有說不行的 又不可以說人是傻的 這架是Kawaii Jimmy Sienna 真是 粉紅色這架 我真是忍不住才買粉紅色這架 我想給你面子的 其實 觀眾現在看不到 後面放了這架 ERROR卡出了這麼多架 我最愛都是這架 這架PICKUP版本 大家的連結是同一套連結 待會開來看看 我不太記得了 因為我訂的時候看過照片 我都忘記了 哇塞 這架子就在哪 另外藍色這架 一個就是頂架 藍色的就是 滑龍板 粉紅色就是頂架 開了粉紅色之後才開那架警車 ERROR卡其實這陣子就不算特別多 即是叫什麼 即是早排 其實剛剛近一兩個星期 就說有G-Class再出的 其實我看完它出那批之後 我心想 早知我就不想買AMG那批 因為AMG那批其實我老實說 我不太喜歡AMG的Style 雖然它真的有少少 即是這麼說 總之AMG的Style 我是一向都不喜歡 AMG G-Class的Style 我不喜歡 所以我真的 早知黑色那架 只是買個黃色的 黑色那架不買 然後留點錢 只買了這幾部 是的 所以它大概說 粉紅迷彩和迷彩那兩部 我就不買的 剩下那四部我都會 不過你應該只看到我開黑色那一部 因為我都有它 另外那三輛狗車 就算我照買 我都不會拍片的了 那些原因我不太多解釋 大家明白的 但黑色那一部 不是 總之你不要問我 總之你可以問我 你問我買都沒有 買都沒有所謂 但你不要問我會不會開 說就明白了 黑色那架會開 另外三個狗車 我買了都不會開 就是這樣 看看粉紅色這部 正好 這架 多濕 我想我是極少好 會主動去買 粉紅色的車 我最多買個類似的 就是當年 TOMICA 那架EKO 當年EKO 是類似這架 不是 淺很多 那架都是淚粉紅 但是淺很多很多 糟糕 雖然那架CAM縮了 難怪那架的位置 都不適合 好 先調高一點 縮了下去 我也不知道 哎 我給大家看看這部車 它還有這個 Fashion Jimmy Center Zero 還有這個 這個好像斜了 這個樣子很像 對 不過都可以的 待會看看那些QC 我先開藍色那架 兩架做個對比 這架一套 我覺得忍不住 忍不住 不買的 迷彩G-Class那架 我覺得粉紅還粉紅 但是又迷彩粉紅 又太長了 粉紅是效 但是效得有長 我覺得有點差 尤其是G-Class這些光陽味 那麼重的車 我更加接受不到 你看粉紅色的車 其實粉紅色也沒有問題 K-Car粉紅色 OK Jimmy也算是K-Car的 粉紅色沒有問題 再誇張一點 好像以前周啟邦和他老婆 周啟邦夫人 一架金色一架粉紅色 那些我都能接受到 因為這是有錢的玩法 粉紅勞斯萊斯 其實香港也還有 不過就不是他們那邊的人繼承 是誰又有誰有錢人 也是粉紅色的 但那個是沒有那麼出名的 我早幾天看蘋果的影片 周啟邦的兒子好像說 拿了一輛車去復收 然後就換了一隻低調的顏色 因為那隻金色是高調到 他小時候也受不了 大家可以看回那條影片 我不劇透太多 這樣比作也是 不是每個有錢人都想高調的 是不是 那個年代 不是那個年代 還未治安那麼差 但是你想想 你始終你一有錢 一出名 就有機會被人飆心了 你說你有錢 但是你不出名的 是不是 你可能有五十億身家 但你普通都是住 沒有說住公屋 一定被人周到 你可能是住普通私樓 都不是什麼貴的 什麼行法 不是什麼 什麼 不是太古城福色的 又不是什麼天美高 大家醒不醒這些什麼貴的 醒不醒你 又不是住九龍堂別墅 可能真的很普通 可能都是九龍堂 不過就不是別墅 可能是公寓 一檔私樓 是私樓 是私樓 你可能真的收到 但如果你是別墅 你出入金色螺絲來絲 真的很難低調 不過這些是題外話 說回這兩輛車 這輛男星也挺有趣 這輛男星也挺有趣 這輛小車會出 但用在Jimmy上也可以 原來它有頂架版本 也有那輛天線 是那輛Pickup版沒有 那輛Pickup版 接下來我也想知道 會不會再出 雖然老實說 真車應該沒有再出 其他顏色 不過我會 我希望看到其他顏色 其實我覺得 那間廠應該不會只出這隻 它應該之後有再賣 應該 今次這輛藍色的 這輛真的挺正 這輛車 這個就是BMCREATION 和ERR CAR 大家做的 沒錯 它們都是賣同一款車 但是我覺得 雙方做的東西 底竹 開頭都有些底竹 你會看到 但後來現在 你會看到它們走路線都不同 你看到BMCREATION 其實BMCREATION 兩間廠都會迴避 出了不同的東西 但當有其他方 再出了Jimmy 其實不會撞得太厲害 就像這樣 你出了一部虛構的機動警察 真的是那個卡通 不是 動畫的機動警察那一部 出了一部 都是警察 不過那是現實存在的一個車款 可以做一個 大家都出了差不多的東西 但有一點區別 那是有好事 好過 也是那句 Ino和TAMIC 其實算是一種樂鬥 在我眼中 總會有輸家 很難Win Win雙贏 Win Win雙贏 又不會說不行 但是看看哪邊的實力 或者監督力 其實我覺得實力 也不是什麼 我們做的 那間廠出的事務 畫得真是很棒 誰知道它到大貨的時候 混蛋 全都沒有駭蛋 那你也在大鑊 對不對 Ino那一部 明天出貨 那我星期五拍 我懶得星期四拍完 星期五又拍 我這樣 星期四拍了星期五 都可以 不過星期四就沒有空 兩部東西我看過都可以的 槍有少許油 手指沒有 頭沒什麼大問題 我多喜歡這些 同一隻拿來 對呀 同一隻來的 對呀 一個電鍋一個上色 這樣也挺漂亮 這兩個東西我真的值得玩 這兩個東西真的 如果你喜歡Jimmy的話 你給我有錢 我不會買全部由法拉利亞 又什麼又成這樣 不會買太多sports car 即你也買一個Jimmy回來 即可能真的好像GTA 一個Garage 全部都是offroad 對呀 對呀 或是SUV 不是 Offroad Pajero Landcruiser Jimmy 當然 第二 可能自己平日用的 可能有五個車位 放一些日用的 比較舒服的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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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駕駛便利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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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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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 我選擇 Jess 即是一個腳車 一架是上班的腳車 當然是買菜的腳車 這樣已經是兩種享受 我覺得駕駛BENZ去街市買菜 好像有點over 今天也不要想 我還是駕駛第二架 我開一架 K-Car 可能你開一架 不可以開一架 不可以開一架 我開一架 開一架 開一架 應該會被人指上貨區 看看警車如何 這兩架 我覺得真的可以 不過是有些輪胎 其他都可以 我暫時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不過我想眼裡的觀眾 一定會幫我看得到 我未試開頭 這次的三本 滿意 希望不要臨漫衰收 就在警車上 這架顏色其實也挺漂亮的 這架顏色的車應該沒有出過 這架拉花應該沒有出過 一比六十四 應該 這架拉花通常 不應該有 不過TOMICA TOMICA 又不算準 不算一比六十四 TOMICA 因為TOMICA 你知道它不會出正 一比六十四 我覺得好像用Land Cruiser 和FJ 和Mega Cruiser 對 那兩架都是TOMICA 好像是 那兩架都不是一比六十四 所以我不會歸類為正一比六十四 那兩架是TOMICA 那一架是TOMICA 我會歸類為 這架是TOMICA 這架是一比六十四 這架拉花應該是第一次 或者在類近的拉花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有一點點分別 真的挺棒的 這架拉花 不是開玩笑的 OK 老實說 我一向最忌諱 有些警車都寫了字 寫得明白哪個環頭 不過是日本警車 我是最忌諱的 老實說 我不知為何 我是特別抗拒日本警車 我是不知為何 美國的警車 這些Greenlight 如果觀眾有看的 都知道我買了多少 Hot Plus系列 你夠膽死 如果那裏整部六架 我可以一次過買都可以 不過我好像真的沒試過 但日本警車真的少買的 所以這部沒有字 沒有字 當然可以 不過這部真的開口中 這部真的差一點 看見有少許側 側一點也沒關係 不知道觀眾有沒有看到 頭蓋這裡 起了一點 真的差一點 不過那一點也不是最糟 是車側一邊 另外這幾輛也沒有側一邊 這幾輛也沒有側一邊 這輛也沒有側一邊 這輛也沒有 這輛也沒有側一邊 不是我的CAM問題 這輛也沒有側一邊 對嗎 現在看有沒有側一邊 是我的CAM問題 我真的看過CAM問題有影響 但好像 好像 側了一點也沒關係 不過我當側一邊 不算 頭部那點 真是 兩門衰收尾 這個車子 那些車子 本身也不錯 看這點 是否擺不擺了 擺不擺了 算了 我放棄了 這次這部 這部 是這部的警車差一點 不過那些細緣也有足 看能不能拍到 因為真的很小 有些車尾 那些貼紙 一邊是家仔最流行的 車尾貼紙 底玻璃有些東西 有些什麼 沒有 就是Suzuki 有些字 有一個山尼800平80, 看不到, 有車頭擋風玻璃也有 黃色那張, 很多在香港見到水貨車都沒有撕到 那個二字, 那個號碼, 不知道我們做什麼 有些水貨車見過, 例如扣押牆那些, 我有見過 不過那些好像是警署發出扣押牆, 其實那些貼紙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要去扣押牆呢, 即是你無緣無故被人踏了, 應該也不會 所以我都覺得撞了頭, 車怎麼會去過那裡 小時候也有一點不明白, 不過沒有理會 不過最經典應該是國土交通大臣那張, 沒有放在右尾玻璃 對, 我想現在好像也不太覺得有那張車, 應該是水貨才有吧 我猜吧, 我不是很清楚, 應該是水貨才有 不過算了, 現在好像也不覺得新的日本車有貼 可能我沒有, 我沒有遺疑, 有些人根本不喜歡撕掉了那張車 還是水貨才有呢, 我真的拋頭,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小時候見過 但是沒有去深究, 那麼, 這計是我開開頭巾, 看看 也很久沒有開過尖面的頭巾, 看看 是警車的這部差一點, 不過頭巾也很容易開 照舊的這些東西, 現在看起來也不算太精緻 但如果你看到什麼角度, 看起來是虎視的, 看起來真的差一點 但那些側側的看起來, 都可以的 至少看到它凸起, Greenlight其實也差不多 如果跟Greenlight來比的話 當然QC, 如果以現在幾架來比的話, 就穩定Greenlight 看看是不是三架都這麼容易開, 因為之前好像很難開 我記得, 這些三架都非常容易開 這三架都非常容易開, 是的, 警車有一點問題 這架是舊款少少的, 這架好像很難開 我記得, 它有一點卡, 你看到有一點卡, 上落也很卡 但那幾架都開得好, 這架真的開那一刻又卡 關那一刻又卡, 但它現在新款都開得好 但你倒轉的時候, 又不會掉出來 剛剛好, 開得很好, 三架都是這樣 起碼在開頭巾方面, 會有很大的進步 以前真的很難開, 現在三架都這麼容易開 你看到這聲音多順 別說清脆, 人不知清脆 那是, 警車差一點點, 另外兩架是非常滿意的 不過接下來還有些什麼呢, 好像剩下了一段時間 不知道來這邊有什麼, 除了G-Class之外 真的突然升不起來有什麼車 拋頭巾 Jetta又出過了, 冷門東西 還有些什麼呢, Vizzo Honda的SUV, CUV又出過了 有些什麼可以出呢 對, 它真的很多, 有些想不到的款式 但是, 不知道接下來會再怎麼出 那今集先說了什麼 那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先排好, 拜拜